嗨 大家安安 我是奶茶 本次的风格抽奖 海底探勘队 这一把机械鲨鱼钓竿呢 主要就是要钓这一次怪物鱼的啦 怪物鱼的登场几率增加100% 成功几率增加100% 力量呢 增加80% 最重要的就是鱼晕眩几率加10%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像是头盔 然后呢是衣服 再来有头发 鱼缸 然后黑板 氧气瓶 是一个背包 海军学校的窗户 还有桌子 跟这个海葵花盆 再来呢就是鞋子 最后呢有一张椅子哦 那这一次呢我只打算抽这个 风格抽奖券的部分 就是我现在有风格抽奖券三张嘛 那就是三个单抽 如果没有抽到的话呢就算了 就让我存一下这个钻石吧 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单抽啰 抽到了窗户 再来呢就换第二个单抽 哇 抽到了一个椅子 该不会等一下给我桌子吧 这样子就凑一组了耶 最后一个单抽啰 啊 真的是给我桌子 什么时候讲话这么灵验了啦 接下来呢就是换我的好朋友 要来抽给大家看啰 第一个它使用十练抽 哇哦 人物耶 恭喜抽到短髮 下一个会是什么呢 哇哦 也是人物 哇哦 抽到头盔了耶 超棒的 这个呢 抽到了黑板 这个十练的重复率呢也是蛮高的 再来它使用的是单抽 第一抽 第二抽 哇 都没有它想要的 再来第三抽啰 第四抽 会不会有这个吊杆呢 哇 抽到没赚了 接下来呢 也要展示这一次的套装 给你们看一下 包含头盔 头发 还有衣服 背包跟鞋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般体型 身上的这一套海军服呢是真的蛮好看的 这一次的发型呢就比较适合男生一点 接下来是长腿体型 但服装跟鞋子的部分还是比较适合女孩子啦 抽这个风格抽奖呢应该还是抽掉单居多 那最后胖胖体型一样转一圈给你们看一下 以上四种体型给你们做一个参考 接下来呢就是家具的部分啦 海葵花跟窗户的部分呢就没有什么可以按的 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 花盆呢有一个笑脸倒是蛮可爱的啦 窗户的部分呢其实认真看它是有特效的 就是里面呢有一点那种水的泡泡 还蛮特别的 这一点呢我觉得官方做的还不错 接下来呢就是看一下这一次的桌子椅子 桌面呢是长这样子 然后它没有其他的特效 也没有什么按键啊可以按的 其实有点可惜 可以看到这个黑板呢是可以写字的 谢谢我的好朋友还顺便帮我打个广告 黑板的字体呢也是蛮大的哦 再来呢就是这一次的鱼缸啦 鱼缸呢可以摆放五只鱼 大型鱼种呢是进不去的哦 目前看到的呢就是差不多是 10狗公鱼饮的大小可以进去的 好这里呢它摆好了 那这一次的鱼缸呢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呢是这种球形的 我觉得很特别 也是真的蛮好看的 最后呢就是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钓竿的特效咯 这一只钓竿呢它的侧边是有花纹的 它的花纹呢是会发光 而且有这种流动的特效 我觉得还不错 上钓的时候会有这个鱼头的特效 而且呢非常的明显 这样呢也不会忘记拉钩啦 算是对玩家非常的有帮助 好啦那我们今天风格抽奖呢就介绍到这里咯 你抽到什么呢也欢迎底下留言分享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